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确定下一代CGX是在哪种战舰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是重新设计舰体还是直接在DDG1000基础上改进 055最大的优势实际上并非是其庞大的舰体 而是其足够的改进潜力 以及先进的双波段有源向控制雷达 其拥有非常强悍的防空 反导和对地打击能力 虽然反舰能力上略有不足 但反舰任务本来就是交给航母 且必要情况下 055只需要在锤发内塞满英机18 同样可以获得足够的打击能力 只是很可能会因此丧失最大的优势而已 对于美海军来说 战舰的数量确实是最大的问题 尤其是在大型战舰上 美军的新一代战舰数量严重不足 DDG1000仅有三艘 即使适用于替代的伯克3也仅有11艘 这个数量远远无法达到美军的需求 即使是计划研发的新一代FFQX 实际上主要也是因为其要弥补LCS和阿利伯克之间的空白 根本不具备实际上的大舰队决战能力 美海军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大量项目在冷战后走入了歪路 目前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一方面这些装备并非没有作战能力 只是相对来说略有不足 而从成本上来说 如果现在折板 那么对于成本的消耗极高 根本不可能 例如美海军投入了巨资的LCS计划 滨海战斗战目前来看 已经是个失败项目 但一旦放弃则意味着超过200亿美元要打水漂 美军自然只能继续投钱 而同样的计划还有新一代弗吉尼亚 DDG-1000和 无船坞的 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等一系列项目 美军在后续战舰上都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 且投入资金更新现役战舰 不过很难达到良好效果 美海军目前如同一头走入小巷子的大象 虽然非常强大 但转头却非常困难 即使已经走错路了 也只能把目前这一段走完再说 面对我海军打造的新一代055 052D和054A等一系列配套战舰 美军也只能先造完手上现在的订单 才能转向制造新一代的CG-X和FG-X战舰 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按照美军的计划 其计划在2030年前更换完所有装备 但按照目前的规划来看 紧海军就需要至少20年时间 美军已经计划把现役战舰命延长10年左右 就是为了满足换装上的需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